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长激素 每月花费高达900美元 不对你为了老伙计 不愿意为一个前途微谱的孩子支付这笔费用 一度觊觎梅西斗和床队 得知他的文几号 也打消了王角的念头 龙主你是说这个吗 诸如是梅西的黑称 某些没复制的球迷护摊的时候 对家会拿梅西的这个痛脚黑人 这真的是陈思诚在这机会嘲讽梅西吗 不 过也有很多人要表示 这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 脑骨也是要有限度的 可是 不管陈思诚是不是在故意讽刺梅西 但是这一部电影 他作为导演是成功的 志诚思诚自己在采访中说 比如唐人 我要写清楚 他是1983年6月 出生在广东的渔村 双子座 两岁家里发生了什么 五岁家里发生了什么 还有秦峰 在这部里 我其实没有展开他个人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影片有个细节 秦温闪回过去 他父亲戴着手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想做一个系列电影 所以必须把每个人物都要写清楚 并且要通过系列电影展现给大家 所以 不着急 慢慢来 而对于这个电影的选角 陈思诚谈言 主角就是按照王宝强来写的 所以即使当初王宝强忽然受伤住院 陈思诚也不惜一切 大家等着王宝强好好恢复之后 才开始拍摄 据说在唐人街探案一中 电影拍完 片长一百三十五分钟 当时的月县方觉得 电影有点长 想让陈思诚再剪掉十分钟 这样每天可以多拍一场 不过没想到陈思诚回绝了 只会毁掉故事完整性 我不解 如今 陈思诚虽然在婚姻方面陷入困境 不过作为导演 他是不是还算是成功了呢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